首先,我最近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研究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 你念教育的啦,念社会的啦,念文的啦,念管理的啦 他的写成是数学啊,逻辑不见得非常好 其实不是哦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发表在Nature的一个期刊 事实上他在讲语言能力越好 比如说你的英文很不错 事实上你的学习程式的能力效率越高 那这一篇请大家可以去输入 不要再说文组不能学coding 事实上这是一个论文 在用英文还有中文有人把它报导出来 这是非常近的一个日期 所以是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导 那主要的内容就是他们找了一批人 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 找了一批人 然后让他们去线上学习python python是一个程式语言 现在非常popular 然后这些人呢 大概有42位参加这样的一个测试 他们发现这个语言能力的高低 事实上跟你的学习速度会有关系 这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文科的同学 你认为你的语言能力不错 然后你认为你的数理能力不太好 事实上在写程式方面 你还是很有很大的发挥的地方 因为我们大部分写程式不见得是 解决数学上的很难的问题 我们只是要解决日常生活的难题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我们一般女孩子的语言能力也都不错 我们发现有很杰出的 很杰出的这个程式设计师 都是女生 所以请大家去看一下 第二外语的能力跟程式能力呈现正相关 那当然这是他的研究论文 有兴趣 你可以去读读看 那这是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第三个 因为我本身做音乐的研究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程式 那我平常喜欢弹琴 也研究这个音乐方面的东西 那我现在就要让程式帮我弹琴 然后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 的这个东西 你可能这个程式看不懂 这个叫做一个 Sony Pi 的程式发展环境 是英国的 Cambridge University 应该叫剑桥大学 他们在开发推广 那我也在上这样的课程 以及相关的研究 好 我们来让一下我的程式 我会听到声音 我会听到声音 看一下哦 我现在停 我这个程式经过我的构思巧妙安排 我把钢琴的左右手用不同的颜色 透过MIDI给它呈现出来 我现在要希望我这个这个程式执行快一点 哈喽 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式啊 都开始的威力了吧 如果一个做艺术的人 他有这个计算的能力的或是运算的思维 他把它弄在coding里面 这个艺术就可以变运算 那这可以做什么结合呢 哪一天Starbucks放你写的程式所产生的音乐哦 每一则时间都不一样哦 可以跟人工智慧结合哦 可以跟机器学习结合哦 那文科的可能更有多的创意 可能跟这个语言的分析结合 大数据的一些应用 所以计算思维是一个无限可能的应用 重点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 原来的专业跟资工的连结